这部近乎满分的国民级神剧终于要结束了 罹患癌症的天才毒师海森堡的人生 也就此落下帷幕 本期我们来看绝命毒师系列的大结局 前面说到身为集毒局领导的汉克 无意间发现了姐夫老白 就是毒师海森堡 无法接受被欺骗 发誓要把他送进监狱 可是苦无证据 另一方面 小粉也得知老白在利用自己 也想要报复他 两个人目标一致搞到了一起 小粉对老白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 告诉汉克 但凡咱们能找到的罪证 早都被他给消灭干净了 唯有一样东西 他肯定不舍得销毁 那就是钱 这笔钱肯定由古德曼 那两个憨憨手下负责处理 可以从这两人身上下手 汉克立马将胖子保镖单独关了起来 说你也是知情人之一 现在老白已经准备对所有人动手了 你就交代了吧 说着拿出小粉的死亡照片 这其实是假的 让小粉躺在买的猪脑旁边摆拍 胖子一看吓了一跳 为了寻求保护 一五一十的就全交代了 他们哥俩只是把钱用圆筒 装起来了放到了货车里 然后车被老白开走了 钱在哪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这个线索又断了 另一边的老白 上一期里原本想跟小粉 见个面好好谈一谈 也没见成 被逼无赖动了杀心 这一步找到自己的迷地 托德的黑帮叔叔一伙 要求动手麻利点 让我这个小老弟死的没什么痛苦 杰克叔叔表示 我办事你放心 但是这次不要钱 只要求你再交一交托德 精进一下提炼技术就行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利底亚那边一直苦老鱼 他们的货啊 纯度根本不高 老白已经打定主意 筋盆起手了 但事已至此 只好答应再交最后一次 学不学得成 就看他的造化了 时间紧迫 必须赶快把小粉引出来 隔天 老白找到小粉的女友 安德里亚 以担心他又躲到哪儿 复兮为由 让他帮忙联系联系 其实就是间接的告诉小粉 安德里亚在我手里 把他引出来 没过多久 风骚律师古德曼又找了过来 他也发现自己的胖子宝标不见了 担心是不是被小粉给杀的 老白是将心将疑 此时又收到小粉发来的照片 装满钱的桶 深埋在地底 似乎被刚刚挖出来这么一点 难道是自己的钱 接着小粉警告 你要是再不过来 我就把这七桶钱全部烧了 老白吓得魂飞魄散 这是他用命换来的成果 更是他死后留个孩子的钱 一路飞奔向了埋钱的地方 然而到了位置一下车 一个人都没有 猛然惊觉上当 此时只见远方尘土飞扬 果然被跟踪了 想必是小粉带来的人 怕是今天自己连人带钱 都要交代在这了 赶紧打个电话给杰克一伙 交代出自己的坐标 让他们火速过来帮忙 然而等车上的人下来 竟然是汉克 缉毒局的同事 以及小粉三人 有妹夫在 肯定只是抓自己 毕竟是亲人是吧 如果杰克一伙过来 怕是全都要死 赶紧再次打电话过去 让那边别来了 然后眼含泪光 舒来自首 等老白被靠住 汉克才到处实行 前的照片是假的 专门买了胖子说的那种桶 埋在自己后院子里拍的 老白气得冲上去 就打小粉 赶紧把两人分开 送上车 准备带走 汉克还抽空给老婆玛丽 打去电话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 远远的两辆车 飞快使劲 一停下来 就摆好驾驶 竟然是杰克一伙 老白疯狂大叫 想要阻止 汉克和同事呢 也觉察来者不善 掏枪应战 然而 老白被锁着 根本没法出面 混战是在所难免 汉克两个火力不足 搭档中弹身亡 他呢 也负伤倒定 就在杰克要痛下杀手的 关键时刻 一旁的老白 终于被放出来了 赶紧支持 甚至直接愿意 把埋着的八千万 美金作为交换 只求饶汉克一命 老白把这笔钱看得很重 但是面对汉克的性命 他宁可舍弃钱 可见在他眼里 亲情是远远大于一切的 不过 汉克依然宁死不屈 告诉老白啊 你这么聪明 怎么就还看不透呢 他是嫉妒局警察 根本就不可能活得下来 伴随着一声枪响 汉克惨死 而老白无力的 瘫倒在地 杰克呢 也不藏着掖着了 一般人向他们求救 都是说哪哪路口 过来左转还是右转 多少密 你直接给一个坐票 这么精确 肯定是藏了东西 所以也不需要 你交代具体位置 直接招呼手下 把钱挖了出来 坑 用来埋尸体 一旁的托德 毕竟是老白的小迷地 力劝叔叔放过老白 别人也算有道义 不仅答应了 还留下其中一桶钱给他 咱双方握个手 以后就算是互不亏欠了 事已至此 还能怎么办 老白木然地把手伸了过去 此时的他满腔悲愤 要不是小粉搞事情 妹夫哪会死 眼看着杰克准备走人 突然说道 你们不是还欠我一条人命吗 说着指向藏在车底的小粉 说的也是啊 之前答应是过来杀小粉的 杰克呢 把人拖出来 正要动手 拖德想了想 提议啊 先把人带回去 因为小粉跟基督局做过口供 也不知道他交代了些什么 带回去神神再杀 没办法 老白只能答应 拎走前 把小粉前女友真理死亡的真相 告诉了他 虽然这话挺猪心的 但说真的 如果不是老白屡屡对小粉心软 但凡听了古德曼的建议 不安分的小粉都死了八百回来 他把事情拉到了不可控的境地 以老白绝顶之商 也无用武之地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挽救了 也不至于搭上汉客和搭档的性命 别人本来就是来杀小粉的嘛 老白只能滚着一桶钱 买了辆破车 狼狈的往家赶 与此同时 汉客的老婆玛丽 在收到好消息后 一劝姐姐白大嫂 你的丈夫已经被抓了 你们两口子就别挣扎了 诚实的把一切告诉孩子吧 他们迟早都会知道 大白拉里肯信 非要见父亲一面 亲自问个真相 母子俩一回家 正好看到在收拾行李的老白 你怎么在这儿 他狼狈万分 让老婆孩子赶紧收拾收拾 准备跑路 不是说你被逮捕了吗 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白大嫂的脑海里 瞬间悟出了道理 难道说丈夫杀了汉客 老白一时半会儿 说不清楚 来一解释 越是回避这个问题了 白大嫂越是追问 最终抄起刀 让她滚出去 离他们母子远远的 老白来以置信的望着这一幕 冲过去想要夺刀 双方纠缠到了一起 儿子大白急忙上前帮忙 将已经抢过刀的老白推开 紧接着拨通的报警电话 眼看自己最心疼的儿子 报警抓自己 这心态能不崩吗 报警小女儿 赶紧逃走 来到安静的地方 给女儿换尿布 回想这一切 自己拼了命搞钱 是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家人 她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活灭 现在直接家庭破碎 妻离子散 要再多钱 又有什么用呢 夜里 再次打电话回家 明知警方在监听 言语中 故意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到自己身上 最后 她又揽下了 杀死汉客的罪名 因为一旦扯出捷克 他们那一伙人 肯定是不会放过自己家人的 挂完电话 就把小女儿 送到消防站 让人安全的送回家 这里 该做的一切都做完了 隔天清晨 带着脏款 由古德曼那边的舌头 接走 踏上了亡命之旅 另一边的小粉 被杰克一伙 严刑拷问 打的是不成人戏 该招的不该招的 全都招了 有一部分口供呢 还留在汉客家 让几个手下 把东西给偷回来 万事大计 然后呢 就准备杀了这个二愣子 但是托德再次出面 把人拉住了 原来呀 他暗恋莉莉亚很久 无赖自己做的货 程度不够 没机会接近 所以想让小粉来干活 咱们把人给锁好 看好就行了 如此一来 小粉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已然变成了 行尸走肉一般的奴工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 小粉被折磨得痛不余生 这天夜里 利用憋针 解开手铐 脚链 翻出地牢逃命 不过 周围都是监控和围栏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根本就逃不掉 小粉发疯似的咆哮 打定了主意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再不跟你干活了 这小粉呢 向来就是枪不顶住脑袋 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一被枪指着就秒怂 这次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才不在乎性命了 不过没关系 托德多的是办法对付你 把小粉压到他女友 安德里亚的门口 当着他的面 把人打死 然后威胁痛哭丝毫的小粉 你要是再不继续 安德里亚的儿子 也得死 小粉为了报给安德里亚 儿子下毒的仇 大闹一番 间接害死了汉克 汉克的搭档 安德里亚 以及囚禁了孩子 还害得老白淒离子散 不知道他心里 此时会不会后悔 另一边的老白 在舌头老大爷家里住着 没多久 风骚律师古德曼呢 也拎着包搬了进来 他也惨遭牵连 不过他的问题不大 不像老白是个头号通缉犯 等老大爷把一切安排妥当 也就能隐心埋名了 过了些日子 终于轮到老白了 来到2200英里之外 冰天雪地的 新汉布神尔州 这里生活物资齐倍 就是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 无法跟外界联系 老白就这样 孤独的过起了 与世隔绝的生活 老大爷每个月 都过来补一次物资 要什么特殊的东西 都可以带买 就是要交钱 就这么苦苦等了一个月 老白望眼欲穿 老大爷又来送物资了 赶紧打听消息 政府根据反黑法案 封了原来他们家的房子 白大嫂和儿子女儿 生活困顿 也找不到什么正经工作 只能打打零工 清苦度日 老大爷说完就准备回家 老白呀 一阵心酸落寞 哀求多陪他一会儿 没问题 得加钱 夜里 想着老婆孩子 辗转反侧 癌症已经将他消耗的 骨瘦伶钉 婚戒从手上滑落 不得已 拿绳子系在了脖子上 隔天一早 来到山下的小镇 让酒吧的女服务员 伪装成家长 给儿子学校打去电话 本想着寄一部分钱 回去让他的同学代手 然后好好地撑过这段日子 但是大白对父亲杀死汉克 伤害母亲的行为 是耿耿于怀 破口大骂起来 老白 顿觉是身无可恋 心如死灰的 随后打给了基督局 准备自首 就在坐等警察的时候 瞥见电视上老同学 爱歌爱扫的专访 就是之前跟老白一起创业的 拉两口 看着这两人 靠着自己的研究成果 赚得是盆满钵满 却急于否定他的价值 老白极其愤怒 但冷静下来 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 能够把钱顺利地留给老婆和孩子 收拾收拾 踏上了回家的路 途中装作记者 还有问题忘了问 从爱歌爱扫的秘书处 打听到了夫妻俩的处置 深夜潜入大着癌子 欣赏着眼前 本该属于自己的富贵 爱扫一回头 猛然发现了老白 双方做了一个交易 老白将972万留下 让两口子以信托的方式 捐给自己的孩子 像他们这种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给误入歧途的老朋友的孩子 捐点钱 合情合理 爱歌爱扫也没有损失 还能捞名声 当即答应了 为了防止他们不遵守承诺 突然两道红外线 射到他们身上 言语中 这两个是国内顶级杀手 他们会一直盯在附近 确保顺利 如果不照办 那可就不客气了 说完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回到车上 原来呀 刚才是小粉的好机友 猴子和瘦子 用红外线笔假装的 顺便呢 跟着两个憨憨打听了一下 最近道上依然有高纯度的 蓝色艺术品在流转 到底是谁在搞的呢 猴子和瘦子一脸懵圈 这种级别的货 不是你还来试试 老白猛然一惊 能做到这个份上的 世上只有两个人 除了他 就是小粉 这才意识到 小粉还活着 肯定在杰克一伙的手里 隔天 是老白52岁生日 他孤独的来到餐厅 用培根拼出了自己的年龄 过完生日呢 又去买了一艇机枪 遣回废弃的家里 从插座取回之前 藏好的臂麻毒素 路过空档的客厅 反复眼前 又浮现出两年前的那个生日 高棚满座 热闹非凡 汉克笑着要带自己 去捣毁艺术窝点 老白神色黯然 如果当初没有因为癌症 没有想给妻子孩子 弄点钱 没有搞艺术 而今怎么会沦落至此 下午在托德和莉迪亚 经常见面的咖啡厅 老白突然现身 开门见山的表示 你们的假氨快用完了吧 我研究出了一个新的化学方法 可以不用假氨 依然能够生产出极品货 晚上我们详细聊一聊 这个莉迪亚有强迫症 做任何事 和任何东西都非常规律固定 这也是老白知道 他们会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方见面的原因了 老白跟托德约好 晚上见面就转身离开了 但是这个节骨眼 没必要跟这种全国通缉犯 合作 风险太大了 莉迪亚 鼓端按时托德 晚上把人给做掉 托德喜欢莉迪亚 就算曾经是老白的小迷弟 但作为女神的舔狗 说的话哪有不听的道理啊 接下来老白也没闲着 在郊外用机关枪 做了一个自动开火 横扫装置 然后就去见了妻子最后一面 他将彩票交出来 这上面的数字 就是汉克埋尸地的坐标 并说出了当时的真相 只要把这些公诸于世 你们就能回归正常的生活 白大嫂眼含热泪 他想听老白说句实话 事已至此 老白也坦言了 搞艺术是他的天赋 只有搞这个 才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 真真切切地活着 最后老白请求见一见女儿 恋恋不舍地道了别 又躲在窗外 远远地看了眼儿子 便离开了 他这一走 就是永别 夜里 来到杰克一伙的大本营 将车测停到窗台边 对方搜了搜声 没什么问题 你说你啊 我给了你一千万 老老师的跑了不就算了 回来干嘛 现在他们手上还有七千万 而且莉迪亚呢 也能搞到充足的假案 没必要学你那什么破玩意儿啊 反正你今天也出不去了 杰克只是几个手下 围了过来 准备动手 而车钥匙 也就是自动开火装置 还摆在桌子上 老白顿时慌的手脚 忙说 等等 你们还欠我一条人命 杰克一愣 我欠你什么呀 老白反问道 当初的交易 包括小粉的性命 你们不仅没有杀他 还让他当了你们的合伙人 这怎么说 杰克一听就来了气啊 什么叫合伙人呢 都先别动手 哥让你知道是不是合伙人 让手下把小粉给压了过来 趁此机会 老白悄悄的把车钥匙摸了过来 已经失去灵魂的小粉 送到老白面前 两人相互对视野 老白直接扑上去 将人扑倒 紧接着按下了车钥匙 车后座的机枪立刻启动 一阵突如其来的疯狂扫射 将毫无防备的杰克一伙 全部扫死 只有托德眼疾手快 但如此突然 也是有点懵 趴到窗口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被小粉给勒死了 老白捡起一旁的枪 对准苟延残喘的杰克 他还想挣扎 难道你不想要剩下的七千万了吗 老白一个快死之人 要钱做什么 给孩子们的钱 已经够了 最后 把枪递给小粉 如果你想要报仇 那就动手吧 小粉激动的问老白 你是不是想死 想就大声说出来 老白回答想 而小粉却丢掉了枪 他一直以来都被老白利用 对他是言听计从 现在他就是不想如你的意 加上老白腹部的伤口 本来也就活不久 与此同时 托德的手机响 是丽丽亚打来问问情况的 老白平静的问他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浑身冰冷 虚弱无力 那就对了 白天 我在你桌子上的糖包里 掺了臂麻毒素 之前说过 莉迪亚做任何事情都雷打不动 喜欢喝什么 嫁什么东西 老白是一清二楚 所以特意在他桌子上 只留下唯一一包 掺了毒的糖 就等着他自己给自己下炉 老白和小粉来到仓库外 远远的对视 微微寒手之间 两人多年的恩恩怨怨 就此一笔勾销 这次的相望 也是永远 目送人离开 还差最后一件事 怎么能不向他告别呢 缓缓地走入仓库 看着眼前的炼毒气血 时而轻浮 时而微笑 目光中带着蓝水蓝分的眷链 伴随着呼啸的警笛 以及一曲蓝色宝贝 老白就此倒在了血泊当中 到这里绝命毒师的故事 终于落下了帷幕 他打破了每句蓝桃烂尾的规律 以一种不完美的完美 成功收官 以无需用任何数据和奖项 来凸显他的成功力 故事的结尾 对于情绪的渲染 几乎达到极致 将老白穷途末路 毅然赴死的苍凉与悲壮 宣泄的淋漓尽致 那些触动人心的细节 以及灵光一现的赏回 使那股恍如隔世般的悔恨 化成愤懑不平之意 在心间久久激荡 不过老白的宿命是注定了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毒师 他不可能逍遥法案 还因为他的一生实在太过卑微 从第一季里洗车店 被自己的学生嘲笑 到被老板责骂 妻子提出离婚 出轨 全都可以忍 再到跟妻子的所有对话 他永远都试图在说服对方 跟对方商量 就连见小女儿最后一面 都需要向妻子请求 这跟我们想象中的大毒枭 完全不一样 试问如此这般聪明绝顶的天才 可以设计杀死任何狠人 但唯独回到家 就像一个卸了爪牙的狮子一样 能不让观众又爱又恨吗 这也是角色设计的成功之处了 正是因为如此 面对这种非法事业的成功 他才第一次感受到了 被真正的尊重 被人敬仰 说了上话 决定的事 无需别人多言 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活着 虽然这段生命非常短暂 关于小粉 有他的坚持和原则 但是犯的浑事远远多于那两个原则了 5G看下来前面还算憨憨的可爱 后面基本都在闹事 全靠老白保护周全 但凡老白向炸鸡叔心狠一点 都不会落到最后一步 只可惜老白终究不是炸鸡叔 相对来说 无牵无挂 行事风格决绝的炸鸡叔 还是略胜一筹 而白大嫂 弹幕里很多人都骂他 不喜欢这个月色 他永远都能在关键时刻 站到丈夫的对立面去 这也是很神奇 一个将死之人搞那么多钱 也没命花 不就是为了你们娘娘几个人吗 就算一个外人也为之动容 何况多连的夫妻 你可以把毒孝丈夫送到监狱去 这合理合法 但是你的丈夫 很不恨的下心去杀死妹夫 你这个枕边人 连这点坚信都没有 说直白点 你们俩没有必要做夫妻 你也配不上拥有老白 用命换来的钱 如果他嫁给的是炸鸡叔 我猜他说话的机会就不会很多 汉克作为禁毒警察 他使命使然 不得不大意灭心 这点无可厚非 但是结局太过急转直下 以至于汉克的角色转变非常僵直 老白用命赚的钱 也有一部分给他治了病 正常人 哪能没有一点点纠结犹豫 正是缺少了这点类型挣扎 所以汉克变得不太讨喜 他老婆就没什么说的了 纯凑时长的了 毒师海森堡的故事 就此 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接下来 绝命毒师 还有一个最终大结局的电影 续命之徒 关于小粉之后的亡命之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本期也算大结局了 要个高赞不为过吧 本期点赞过12万 终极结局 续命之徒 安排什么